嗨,今天要跟大家深度聊一聊 月入40万美金的YouTube电商赚钱的策略和方法 这个赚钱方法是全新的YouTube频道和电商 结合起来应用出来的赚钱方法 目前在网络上没有任何人讲解过 但是这也是真正的百万生意的策略 而且它的操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复杂 保证会颠覆大家的思路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事不宜辞,我们马上就开始吧 第一次来到频道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刀姐 12年网络营销经验 网络赚钱独立博主 谷歌广告经理人 我会真诚的为大家分享 我的所知所学 每周定时两期更新 想要获得被动收入的朋友们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看精彩节目 今天我们所讲的YouTube电商呢 不仅止出售商品 只要是通过网站出售服务啊 商品啊或者获得任何价值和流量的 朋友们都可以试用 在节目的最开始呢 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YouTube跟电商结合的这个大环境 首先呢传统的电商在最早的时候 引流的模式有以下的几种啊 第一呢是电商网站的自然排名 自然搜索流量 也就是SEO 第二种呢就是点击付费了 PPC 谷歌呢图文信息的平台引流啊 有的呢也是在电商的大平台上面销售 那么平台会给我们带来流量 还有呢就是社交媒体引流了 比如说Facebook啊 Twitter等 这就是近十年来比较传统的引流模式 刀姐从2008年开始做电商的时候呢 那时候并没有兴起Shopify WordPress那时候的生态体系也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一路呢做过Ebay到自建站 使用过ZenCard模板 Mogento模板 推广手段呢从简单粗暴的黑客软件XHomer 一天上谷歌首页PPC付费各种方法都用过了 那个时候的电商是一个很大的契机 可以说是致富了一大批人 但十年后的今天 由于视频的普及 视频引流这个方式出现 让自然排名图文付费点击PPC 这些引流都变得效率极其低下 模式虽然变了不好用了 但是货还是要卖的对吧 于是呢这些大品牌商和电商商家 从以前的引流方式转战到了哪呢 到了视频的平台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作为假方 在YouTube上去投放广告 去引流 让观众去购买他们的产品服务 或者是品牌影响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YouTube频道主 能赚钱的原因 因为有大量的假方给你投钱 让你的观众看他们的广告 而YouTube作为中间平台就按比例 分一些广告费了 所以呢 YouTube电商的基本思路 就是要从以方啊 YouTube频道的思路 转换为假方的思路 那很多人就要问了 电商到了今天呢 可能竞争很大了 不好做了 因为产品很多了嘛 那个是因为大部分的电商 很多思路还没有完全转过来 还有不好做的原因呢 有很多种嘛 引流模式变了 流量少了 客户少了 营销成本增加了 就做不下去了 而现在最好的时机 就是用YouTube电商去赚钱 这么说呢 是有原因的 首先呢 YouTube电商的模式 效率极其高 转化率非常高 投入广告引流过来购买产品的几率非常大 这个很简单 我们从线上上来说的话 大家能够看到 由于在YouTube上打广告 效果很好 所以假方呢 才会一直的投入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的YouTube频道主能够赚钱的原因了 如果投放广告的效果不好 那么他们就不会投钱 YouTube频道主也不会赚到钱嘛 假方赚到钱才能够把乙方养得胖胖的 而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说 YouTube跟谷歌数据的结合 让YouTube引流的数据结构上更加的丰富 通过谷歌后台的追踪代码 能够追踪到每一个观看视频者他们的行为 从而轻松实现精准的投放 之前刀姐在这期视频中也教大家简单的使用谷歌后台 去推广我们的YouTube频道和YouTube视频 那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 谷歌能为我们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而从可操作性来说 目前的科技和便捷的软件 让YouTube的个体电商能够直接单挑一个 以前传统形制下的电商团队 首先建站已经不是问题了 很多一键建站可视化的建站平台 Wix等等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刀姐的这个波纹里面有十部建站的方法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生产力工具的出现嘛 所有的软件社交媒体都有一键化自动系统可以设置 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写内容拍视频做推广 特别是社交媒体推广 搜索引擎优化等等 刀姐之前呢 也提到过一些自动化的社交媒体推广的软件 在这一批视频里面 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通过AirTable可以轻松的进行网络推广的项目安排 通过Zapier可以实现自动的发送和推广 实现多平台 多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自动合作 根本不需要你们去手动去操作 通过自动邮件营销 比如说Mailchain这样的系统 也能够帮助你轻松的收集到客户的信息 还能够帮你随时跟客户进行自动的 前期设置好的沟通 只要学会推广技巧 一切都可以推广 所有产品都可以卖 产品服务知识内容课程 所以呢 大家现在就要转换思维 作为一个假方的你 如果自己做YouTube频道去引流 那么你获得的很多的都是自然流量 当然你也可以不做YouTube平台 直接去投放也能获得精准的流量 这样可以为你节约时间上的成本 听到这里记得给刀姐点赞 下面我们要进入更精彩的部分 就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 去实现YouTube电商呢 大家可以先想一想传统营销的模式 就是先介绍产品嘛 再去推广 包括联系跟踪下单 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我们现在的策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第一步呢 大家要有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是一个YouTube频道 也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网站 因为你要有一个内容的聚集点 让你的内容能够持续的跟观众互动 当然目前看来呢视频的效果比图文好多了 所以很多做博客的都转做视频了 第二步你要做的就是跟踪客户 在你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在你的网站上安装追踪代码 收集客户信息 YouTube频道呢可以安装Google Analyst 这样呢你就可以对以后 所有观看你频道的观众进行精准投放 第三个步骤 设置销售漏斗 电商的销售漏斗有几个必经的阶段 观众从认知认识这个东西到考虑是一个阶段 从考虑到你进行精准的再营销 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从再营销到销售策略的调整 你可以upsell downsell或者打这个再进行成交 这是下面的一个阶段 所有这些阶段都可以通过YouTube电商的销售漏斗 和一些自动化的软件和谷歌的生态体系去自动的完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要用策略去观察观众的互动情况 标识出高潜在的客户做好互动性的内容 才能够让观众更加的了解你的价值 实现自动化的流量转化完成订单 这些都不复杂 只要学会技巧策略和操作方法 每个人都可以应用起来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YouTube电商的知识 和系统性的YouTube电商学习的朋友 记得给我留言 感兴趣的朋友很多的话 刀姐会考虑多做这方面的内容 分享给大家 看到这里要做什么呢 记得给我点赞哦 还有一定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 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不要错过下一期更精彩的视频 我是刀姐 下期见 Bye